10月開始有公屋商輪的申報 先說說有哪些人是關事,他們是要申報的呢? 好的,我們這次一共有14萬的住戶是需要申報的 當中絕大部分12萬是在我們公屋裡住滿了15年以上的存長者戶 存長者戶的意思是全部家庭成員都是滿60歲以上 所以如果你說我家裡有位長者60歲,我們還不是 這個不叫存長者戶,存長者戶就是全部人口都是滿60歲以上 他們是很簡單的,其實他們只需要填寫居住的情況 還有有沒有用的單位作為其他不法用途,在這兩點這麼簡單 我們的表格其實是昨天下午已經派了進去受影響 這次需要申報的住戶的自己留下的信箱裡 不是寄給你,不是說你自己去拿表的,我們放入你的信箱 所以你今早上去喝茶買菜的時候,特別各位長者,哥哥姐姐 你們要看看自己的信箱有沒有這張的表,如果有的話 那就在兩個月之內填回來給我們,如果沒有的話 不用擔心,因為放入你的信箱是不會不見的 你自己才有鎖匙開的,如果沒有的話 即是今次就不需要申報,我們未來一輪一輪做的 我們將會再有下一輪,可能下一輪才到你了 這個主要就是長者的情況 另外我們還有兩萬戶,就是他們入住了 我們公屋剛剛滿了兩年,就非全長者戶 這些大家記得我們去年這個時候 就說住滿兩年開始需要申報有沒有本地的住宅物業 以及是不是持續地在公屋居住 始終有些人是這兩年搬進去公屋 所以去年未輪到,所以今年這兩萬就需要填報了 同樣地你是在你的屋邨自己留下信箱 是會收到這張表的,有就填了 還有四百位在婦戶政策下 他要輪到他申報的入職周期 因為過往我們的申報可能那些時間有些偏差 有幾百戶呢,他就跌在我們兩次申報周期中間 所以上次二十五萬就他沒有份 這次我們放了進來 當然如果在婦戶政策裡面住滿十年 申報就最多了,因為他除了要申報 是不是在這裡住,有沒有本地住宅物業呢 還要申報收入、資產等等 這份表是比較複雜一些 但是其實他們很多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所以他們都會懂得申報的 所以他們都會知道 所以他們都會懂得申報的 在保留大師中